車後方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宗 歡迎收看今天的平民英雄榜 二十年7300歳真理 對大部分人來說 這是他們死命當中一小段的時期 但是对一些人来说 恰恰他们的一生 因为他们平均所存外的年龄是20岁 他们就是肌肉萎缩症的患者 肌肉萎缩症或是所谓的肌食氧症 其实他们的表现都是以肌肉萎缩 还有肌肉无力来表现 尤其是表现在四肢或者是呼吸的肌肉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就是容易行动不方便 比如说他容易跌倒 爬楼梯有困难 或是从小不太会跑 所以目前他们很多病友都会呈现肢体障碍的程度 那这些病的照顾 其实就是需要这个整合性的照顾 比如说他这个关节会软缩 可能需要复健 但是他有可能呼吸会困难 他可能需要用呼吸器 可能需要呼吸治疗室的帮忙 他有可能是心肌会收缩 产生障碍 那可能他需要长期的吃药 也有可能是他胃肠会产生吞咽的困难 或是蠕动的困难 他可能需要做特殊的营养的照顾 那所以呢 他需要除了小儿神经科医师或精神科医师来照顾以外 他需要各个不同专专业的跨专业领域的团队的照顾 所以持续的追踪 还有专业的照顾 是这个病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我并不相信 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当初他那个是一岁八个月去做切片检查 因为一岁八个月的小孩子他还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站也站不好 这就有问题了嘛 因为已经一岁八个月了嘛 开始找医生 那时候小时候就是白白胖胖的啊 然后又很可爱啊 然后医生跟我讲说他肌肉萎缩 因为我听到的跟我事实上看到的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白白胖胖的一个小女生 穿着肉背妆好可爱的一个女生 你跟我讲她是肌肉萎缩 我第一个直觉就是 你是不是检验错误了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到报导知道之后 我就在算 我还有多少年 因为那时候医生是说 可能活不过二十岁嘛 那那时候我国小四年级 所以我一直在算 那我之前做什么 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那我之后我还要继续做什么嘛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时的心情就是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那后来就会觉得 因为我越来越跟别人不一样 就会有异样的眼光 就会觉得我不想跟人家沟通 就想要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什么都不想跟人家分享 然后一直到知道病情 开始更封闭自己 但是我国小上国中之后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把我当成家人 我就会觉得大家都对我 我不管我怎么不舒服 我之前可能会憋着 但是到国中我讲出来 他们也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而且有时候他们会主动帮我 就变成就像一家人这样 然后老师也很照顾我 那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就开始对别人也会 很自然地就会说 我自己不舒服啊 就会比较自信地去面对更多的人 以前我会用到六观的态度 各个度来看待人和的事情 这种六观的态度 也影响到他旧走的人 后来收到受刑人的信 就开始觉得原来我的事情 可以带给别人那么大的影响 就开始改变自己 让自己去面对更多的人 然后一直到现在 可以很自在地去面对人群 我就改变蛮多的 他也会常常到学校来演讲 将到他自己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 他希望大家也可以保持住这面的态度 去面对人的困难 可以接到条件 也反正他这种不服输的故事 正好让他劲加勇敢 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甚至身体的不方便 也无法来影响到他 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跟医生想尽办法让他做起来 因为他如果不做起来 他任何的理想 任何的梦想都没有办法去做到 甚至要到辅人大学去读 他所喜欢的影像传播这个科系 也没有办法办到 所以我们咨询了很多的辅助器材 医疗 然后梁森定做了他现在的轮椅 然后这个轮椅的话 发费也蛮高的 我们那个轮椅除了社会局的补助款以外 我们就很荣幸就是 有机会就得到我们中华机委的一点补助款 来帮忙他完成就是说这个定制轮椅 让他还能够在轮椅上面 坐在轮椅上面 然后去目前上课 或者是说演讲 或者说任何他需要 他想要做的一些户外的活动 都能够有这台轮椅的帮助 然后让他可以来去自如 就是我要感谢中华机委协会 他们的那个当初的那个帮忙 因为要跟着一个梦 做一个导演的梦 热爱联名的在家里的人的支持之下 拼到他自己的实力 靠一个辅仁大学影像传播室 从此开始了一个足梦之旅 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编剧 然后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可能也可以让大家更知道 SMA这个疾病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经历过都没有办法很 真切地知道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是现在目前 我最想做的事情 行走 端坐 吞咽 甚至不息 多习以为常 太轻而易举 是吗 是吗 疼痛 疲惫 用尽力气 刘虚拌 丑死挣扎 浩咽 童死争扎 垂死争扎 七千三百的日子 在別人的年中 可能是一萬年的青春歲月 但是對我來說 卻是一場非常嚴格人生外人 一樣 他們都在我們的四名當中 加上了獨立無二的政策 家人和朋友 每一個幫助過我的 缺义不可 唯一能給的 讓自己 越來越好 另外一位 一樣是肌肉萎縮症的患者 藥成 但是呢 他擁有一個六關的心 他擁有一個六關的心 來改變多了二十歲的魔咒 就可能是生活 或者就是 就是 見他然後快樂就好了 就很多事情 不要想那麼多 辛苦 辛苦 在旁邊照顧藥成的阿嬤 阿嬤她本身 也有疲痛 但是她藥完 咬到吹起筋 一日 一日 來照顧藥成 她七歲開始就是 這個腳走路啊 沒辦法 我們腳走路不是平平嗎 她腳走路就有一點這樣子 就走不穩 就是按這樣子 走不穩 走不穩 那個老師就有講說 不對喔 她去那個下課去廁所 就出不來 跌倒 爬不起來 就這樣 我們就一直看 一直看 人家說哪裡 我們都帶在哪裡 哪裡都帶在哪裡 那個時候她阿公還在 我們還可以收入一點 因為我們是軍人 對 她就 帶這邊看 帶那邊看 就沒辦法 又回到那個台大醫院 那台大醫生就跟我們講 你們最好不要再這樣跑 這樣跑你們 最後你們會沒有放吃 她說她這個病死無種 絕病她這樣講 後來我們就給她帶了長坑 長坑那個復原長就跟我們講 那個月亮都有下來看 阿嬤就實在很有辦法 給她顧到像這樣子 顧到現在二十幾歲 我說一個人的一個命 對不對 我們當然盡力啊 後來 透過到我們中華民國 肌肉萎縮症病友協會幫忙 申請了補助到外籍看護 阿嬤的阿嬤也漸漸來減輕不救 還好咧還有姐姐都幫忙 有時候最近來幫忙 她就救救我們尿布啦 還有時候會奶粉 這樣來給我們補金一下 不是還是拖不過去 我每次啦坐在這裡 都沒睡覺都想 都眼見看到她 事實是真的姐姐 妳那每次來我每次 我都很冷啊 真的嗎 妳那更堅持 坐在這裡 一直冷 冷的時間 說不了 我就是跟妳講說 我已經說不到 阿嬤一個人照顧月城 那就是其實來每次都會看阿嬤 就是嘴巴跟我說沒關係 但是她就是眼眶又紅紅的 就是知道他們家其實 照顧壓力大 然後又有一些就是負擔這樣 那所以就是盡量我是變成做 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能給的不多 但是就是可以在 譬如說心理上面的支持啊 然後要是剛好有什麼物資資源的話 可以提供給阿嬤家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很開心 然後其實她一個 呃 之前花比較多時間的是因為 月城的話她因為會需要申請一些 就是 福利 像是她 政府一個生事站在生活津貼 那她一直都沒有申請過這樣 只是因為這個非常的繁瑣 那 阿嬤又沒有辦法去申請 所以那時候就是 花了蠻多時間去 把他們就是 他們就委託我們就拿證件 然後去社會局那邊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 那後來就 就有成功 領取到 就每個月至少會有 四千多塊錢這樣子 對 因為爸爸帶到放棄 沒辦法 所以 阿嬤的媽媽 為了要分擔家裡的家庭和富翁 所以 一個人去北部 在打拚賺錢 媽媽跟阿嬤的辛苦 阿嬤其實心肝來都知道 所以 他為了要分擔到 媽媽跟阿嬤的辛苦 他努力 在揭穫到自己 用於補所有的精神 他很怪 他自己也知道 他這樣子 他每次看到我 在跑打著 就痛 阿嬤 你還可以嗎 你不能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怎麼辦 這樣 很貼心啊 對 對 很快 他不會鬧你 不會吵你 不會鬧平息 不會 他看看新聞都會告訴我 他看新聞 他給他那個傳譜給他弄高起來 裡面我給他一個電視 他看一看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對 他會講給我聽 他也有一個年輕人的心 他跟他聽五月天的歌 一天 一小時 來上網的時間 所以 他也有常常跟一些網友來開工 每天 用到他的頭角 跟師匠 來參加到 小碩文學的比賽 動動腦筋 用電腦學小時候 去跟人家比賽 第一次還好 第二次 也可以第三次來 沒有得獎 送一百塊給他 那拿來看看 這樣一百塊 那裡面寫什麼 我寫不認識日 我沒有看 對 我覺得在月城醫院 那年紀其實差不多 那其實 可以討論的東西 像喜歡的 像明星啊 電視劇 像他剛剛就說 他在看太陽的後裔 所以其實就是 會聊得很開心這樣 然後會覺得 會想跟月城說就是 我覺得他 就是雖然都在講 可是他 你可以就是去 藉由電腦 電視去吸收各種外界的資訊 然後把它 統整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就是用原資 去把它 描述下來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 很不簡單的事情 我很期待說 你可以繼續寫字 然後 繼續用電腦 然後就是 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你的一些故事 這樣 跟阿嬤說 就是 我很 我很 感謝他 就是 就是 媽媽在那個 來北東作業 部長在我身邊 然後 都是阿嬤 在我身邊 陪伴我 然後 然後 就 就 擔心他 就 讓我生活都 沒有什麼 煩惱 就這樣 會不會熱熱的 過下去 很好愛你 今天要來好好介紹 這個 為肌萎縮病友服務的單位 它就是 中華民國肌肉萎縮症的協會 中華民國肌肉萎縮病友協會 成立在一九九六年 創肥理事長 曾經世先生 以及到一些熱心的加速 用到全身順序的方式來做拜訪 關懷到肌肉萎縮症的家庭 為了廟社會台中 對肌萎縮有經過正確的食材 所以有了一軍 熱心的朋友 以及到加速 在高醫醫療群的協助之下 在高雄成立廟中華民國肌萎縮病友協會 中華民國肌萎縮病友協會 自民國八十五年成立至今 累積服務超過六百戶 肌萎縮縮病友家庭 集結各界的力量 協助病友及家屬解決醫療 就學生活等等的困境 共同守護肌萎病友家庭 協會積極來結合到任何的困難 基本上一場還有一場的 學外活動 讓一些行動無方便的朋友 出來外面走走走 接受一些人群 接近代助聯 讓人生不只一間的房間 一場層 讓他們的生活有了新的體驗 協會是一個自化性的團體 迴響堂出 本身並沒有聰明的資源 可以運用 除了特別感謝聯合簽證協會 政府單位 以及民間夥伴力量的支持之外 還有各界理事長 一件事們 無私的貢獻 謝謝你們 讓學會無負不自由 推載恢復 學會常會的宗旨 以使命 都會透過多元 環照順利的推廣 展望未來 希望你 持續與我們 並肩同行 只有這樣的朋友 只是行動無方便 但是跟正常人一樣 他們可以收穫 沒有循環 欠缺的只是他的行動力 欠缺了這種困難 他們 也能完成他們的理想 和夢想 我還剩下那麼少的時間 有什麼事情 比死亡更難的 那如果你在 怠惰的時候 你想休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的時間不多了 我沒有時間休息 沒有時間抱怨 就會更積極地去做 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老師如果希望 我跟學弟妹鼓勵 我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你用現在的努力跟辛苦 去換未來的安逸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我不想那麼辛苦 不想那麼累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這麼做 你以後可能會更辛苦 那你用現在 你現在可以的話 你努力一點 以後你可能就可以 會比較安逸 比較舒服一點 好消息的是 隨著科技的進步 一些新的藥品跟醫療用品 緑緑緑來出現 所以對著這些肌肉 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 即緯縮症的病人 他們的家屬呢 其實我們還是覺得 他們是最偉大的幕後的工程 因為我們的病友 他行動不便 所以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 都需要家屬的貼心的照顧 那除了這個基本的照顧以外呢 其實最近從去年 美國FDA 已經核准了兩個藥物 一個是針對求新式 激濕療症的病人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針對 脊髓肌肉萎縮症的病人 那他們都有 目前都有新藥 而且還有其他的新藥 正在做臨床試驗當中 那我們已經改變了照顧的方法 跟治療的方法 所以有可能有一天 我們可以治癒您的罕見疾病 所以我相信每個病友呢 更多要樂觀的活著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這個 肌尾縮症的病人 對社會也是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我們希望呢 我們一起來共同來治癒 這個罕見疾病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人往往都會怪別人 來放棄到你 其實是你自己放棄到你自己 你看到今天的肌肉萎縮症的朋友 用了一個六關的心 來打打到他們自己 跟別人不同的名字 創作出到自己的這個世界 所以說希望 我們所有電視基層的 我們這些觀眾朋友 無論自己 得到什麼樣的疾病 農總可以好好來 活著你自己 感謝收看我們今天的 平民英雄榜 我們下次見